消防隊員出動油壓檢 對小轎車進行破壞 但無奈車體扭曲變形 事實在太嚴重 十分鐘過去 救援進度 人沒有斬獲 眼看車內 兩名傷者 越來越虛弱 消防隊員不得已 只好換邊再試 這時 連一旁醫院裡的護士醫生 也跑來幫忙 眼看情況越來越危機 路旁的围觀的民眾 也越來越多 小轎車駕駛的父親 甚至都感到現場關心 心急不易 急肩旁人一度加入 幫忙拉開變形車體 卻還是束手無策 最後費了好大功夫 終於將夾在駕駛座 和後座的兩人給救出 但幾乎已經快奄奄一息 趕緊送醫急救 馬公市文山路文澳 派出所前的路口 上午八點半一部大貨車 和一部黑色小轎車在停等紅綠燈時 突然遭到後方海軍軍車追撞 當時連續兩聲碰撞 黑色小轎車就瞬間消失 原來被夾在貨車和軍車的中間 嚴重扭曲變形 根據軍方說法是一早負責採買的駕駛身體不舒服 暈眩所導致這起意外 目前包括了駕駛還有駕駛士 都因為不舒服送醫 後續責任歸屬有待釐清 這也於龍言禁語 澎湖報導 在參佛